警察 警察 我的包包不見了 沒有問題 包在我身上 啊 包包在身上 趕快還給我啊 大家好 我是安杜宇 好醜 OK今天來個特別篇 30集的特別篇就是 用Snow來講笑話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更加的好笑呢 什麼鬼頭啊 OK 我們來講第一個小話 有一天 醫生問病人 如果你出院以後 你第一件事會做什麼事 我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哪時候把這個醫院的窗戶玻璃全部都砸爛 這個還不行 還是要觀察幾個月好 然後三個月後 這個醫生又一問病人 出院以後 第一件事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結婚 埋車子 然後當兵 看來變正常的許多啊 那在這之後 你還想幹什麼呢 當兵以後 我會拿著許多的手榴彈 然後 把這個醫院打爛 在一間診所裡面 有許多病人在等著驗尿 這時候 護士突然走出來大喊 往上舉 往上舉 這時候 所有人都把驗尿被子往上舉 這時候 叫往上舉這個人 聽到護士叫他 突然大叫說 到 然後 所有的病人 都把尿倒在地上 有一天我去吃一家牛肉麵 然後老闆跟我說 我們家的麵啊 牛 是自己養的 麵 是自己擀的 菜 是自己種的 油 是自己炸的 然後在付錢的時候 我跟老闆說 謝謝 錢 說自己話的 於是老闆就拿了菜刀 醉了他好幾條雞 謝謝 有一天有個很漂亮的女生去問神父 啊 神父大人 像這種美麗的弱女子 如果在路上遇到壞人 我該怎麼保護自己呢 這時候 神父拿起一杯水 往他臉上潑去 啊 神父 難道你意思是說 要我保持冷靜 對待這世界的一切事情嗎 不對不對 你只要素顏就可以了 啊 被發現了 啊 就有一個壓軸笑話 有個男生 他雞雞有問題 然後於是去看醫生 然後他看三個月都沒有好 醫生也拿他沒辦法 覺得他真是天生的雞雞 雞型啊 後來過了一陣子以後 這個男生在尿尿 看到其他男生尿尿會甩自己的雞雞 然後於是他就學了起來 然後 他的雞雞就好了 這時候醫生問他說 奇怪 你是怎麼好的啊 我看了三個月都沒有好 沒有啊 我就是看別人尿完都會甩雞雞 然後我個人一起甩雞雞 然後他就好了 蛤 這不是常識嗎 不然你以前尿完尿都怎麼做啊 我以前尿完以後 都會把自己的雞雞給擬乾 OK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